秦始皇活了多少岁? 秦始皇,迎姓赵氏,明正,生于公元前259年,死于公元前210年,活了49岁。 迎正出生于赵国邯郸,后被赵国送回秦国,公元前247年,13岁的迎正及王位, 而后平定长信侯、落矮的叛乱,又除掉权臣吕不韦,开始独揽大政。 他重用李斯、王俭等人,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,先后灭六国,建立了秦朝。 在执政期间,秦始皇废除分封治,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,还统一了货币和杜梁衡,同时书同文,车同轨。 为了抵御外敌入侵,秦始皇还修筑了长城,迟到和直到。 到了晚年,他迷恋长生之术,在第五次东巡途中,并逝于形台沙丘。 秦始皇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,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,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。